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 我來自泰國 我來自美國 我來自日本 我來自西律邦 我來自哈密羅 我們來自布里拉斯斯律邦 我來自泰國 我都是來自哈密羅 我是來自印度 我都是來自菲律邦 今天我們會分享 在我們國家新年的時候 會吃些甚麼呢? 現在等我一一為你們介紹 我們介紹美國的新年食物 在過年的時候 有很多美國人都會吃飛魚 因為這種魚喜歡食物 結對和努力 這樣向前提 象徵家族的富裕和範圍 新的一年會槍投地 很多美國人都會吃古生菜 他們陸陽樂的葉子 就好像叉票的綠色 所以吃著它面 就表示來年財和哼通 我們會介紹菲律邦的新年食物 在新年的時候 菲律邦人會吃蘇曼 類似台灣的甜種 菲律邦人吃蘇曼的時候 特別喜歡 喝點桃圍或者椰子 唱一首歌 我們會介紹日本的新年食物 日本在新年時會吃棉膏 象徵兼阿樂希望 日本年糕 日本年糕很旺的烤圍 上面烤仔 亦都可以加入烤圍裡面食物 今天我會介紹夏曼龍的新年習慣 在過新年的前一天 夏曼龍的人都會通宵和問家 第二天新年一到 那些人就會把奧麗麗的大餐全都等 然後吃一餐美麗的大餐 去吃進入新的一年 我們今天會介紹泰國的新年食品 每年的4月13至15日 是泰國的新年 泰國人會讓生氣 慶祝新別的來臨 泰國最充滿的食物 肯定像冬蔭公康 而一生泰國人 每樣冬蔭公康的床 和白手飯 印尼人會在新年的時候 吃黃薑飯 萬會把黃薑飯 齊成尖尖的魚追看 象徵祈福福譚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拜拜 拜拜